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由空军负责执行 根据强攻的量产规划 台湾本岛的12个天空飞弹单位将纳入整合 旨在实现早期预警和精确接战目标 据报道 长山雷达经过深入研发和技术突破 已成为长柏雷达的进阶版 拥有电子扫描全项列雷达 及主动式向位阵列雷达技术 这一突破使长山雷达的搜索距离远达1000公里 具备搜索追踪 飞弹导引 电子对抗等复杂功能 与基站控制中心 共同构成一套完善的飞弹防空射控系统 其固定部署特性 为空中目标提供了广阔范围 深远距离及多样化的侦测追踪能力 虽然固定部署可能影响其生存率 但长山雷达的侦测性能仍十分出色 相比之下 天空三型防空飞弹系统 配备的机动型中程三维相对射控雷达 虽然隶属于车载机动系统 具有高灵活性 但在侦搜距离及锁定目标能力上 与长山雷达仍有一定差距 据自由时报 2023年4月28日报道 台湾军事部提交给法院的报告显示 空军在屏东九鹏基地 成功执行了强攻专案的初期作战测试 通过发射两枚强弓异型 拦截弹拦截模拟战术弹道飞弹 验证了系统的侦测 接战及反飞弹能力 测试结果完全符合既定标准 成功异型 作为天空三型的增程型初始版本 将拦截高度提升至70千米 同时 台湾科学研究院 还在积极开发强弓二型 预计拦截高度将进一步提升至100千米 军事专家指出 虽然强弓异型名义上是天空三型的增程型 但两者已发展为两种不同的飞弹系统 强弓异型配备自产高效能微波功率放大器 能精确掌握来袭弹道飞弹动态 有效拦截并摧毁敌防飞弹 其战斗效能和寿命 显著超越美国的爱国者Poke-3飞弹 此外 强弓异型还采用最新开发的 飞弹追追弹体复合材料 及更优的飞弹推进系统 性能超越现役天空三型飞弹 根据2023年8月14日联合报报道 台湾科学研究院成功研发了 具备反弹道飞弹能力的强弓专案 在这一阶段 科学研究院成功攻克主动向位 阵列雷达技术难关 与台湾东部的现役天空三型防空飞弹系统整合 并与空军共同制定了 天空三型反弹道飞弹的指挥和控制程序 虽然双截火电推进的强弓型飞弹尚未纳入军事预算案 但先进的主动向位阵列雷达系统 以交付空军使用 进一步提升了东部地区的反飞弹作战能力 在满怀期待的2016年12月21日 台湾科学研究院的天空三型防空飞弹 尽在版本在屏东九更基地完成了首次垂直发射飞行测试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据可靠消息 台湾科学研究院已将海工三整合进自主研发的垂直发射系统中 这一里程碑式的进步标志着台湾在防御系统自主研发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此外 台湾科学研究院还与美国进行了深入磋商 计划引进两套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进行核心测试 目前正近代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科学研究院此前已成功为自产海舰二等防空飞弹 研发了匹配的垂直发射器 现在 他们渴望通过与美制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进行性能对比 赢得海军的青睐与信任 根据2020年法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海工三的射程已达到了令人瞩目的100公里级别 为了确保这两款飞弹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完美适配 台湾科学研究院进行了细致的调整 包括弹翼的折叠设计 以及与41克瓦查信号连接界面的兼容性等 在等待美制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交付期间 台湾科学研究院利用自主研发的垂直发射系统 对海工三和海加二进行了陆上测试 包括全系统导控测试和实弹飞行测试等重要环节 然而测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据2017年1月初的媒体报道 2016年12月14日 在整合海工三防空飞弹与自产垂直发射系统的过程中 遇到了海工三飞弹与垂直发射系统电子信号连接失败的基础难题 导致试射被迫取消 但经过台湾科学研究院团队的不懈努力和技术排查 2016年12月21日的海工三试射活动重新安排 飞弹成功从垂直发射器升空并达到预定空域 实现了海工三与自产垂直发射系统的初步连接 基于这一成果 台湾科学研究院全年持续对垂直发射系统进行了测试 并于2017年年底进行了陆上实弹试射 一旦测试成功 台湾科学研究院计划将垂直发射系统 及后续操作系统装置安装于高雄号登陆舰上 进行海上实弹测试 2019年1月25日 总统蔡英文明确指示 军方及台湾科学研究院加速天工三型 和雄风三型飞弹的量产进度 军方官员表示 原计划在2024年完成的天工三型飞弹量产计划 将在总统的指示下加速进行 通过调整各年度预算分配 并投入更多人力资源 力争在2022年完成目标 这一量产计划 以陆基防空飞弹系统案的民意进行 项目预算高达748亿34666百元 原定的执行年度为2013至2024年度 这一系列的举措 彰显了台湾军方在防御体系建设上的重要步伐和自主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 在台湾军事研发领域 海空三型防空飞弹的进展始终备受注目 据2019年9月23日的详细报道 海空三型防空飞弹是在天空三型的基础上 针对海军作战需求进行的专项改良和升级 位于NPA-41垂直发射系统兼容 其尺寸和细号接口均经过精心设计 特别是弹衣部分实施了可折叠设计 以适应垂直发射的要求 台湾科学研究院在2017年初就借件41克瓦查技术 利用自主研发的自产垂直发射系统 进行了严格的陆地测试 成功验证了全系统的导控功能 随后又成功完成了全系统实弹测试 准确摧毁了空中目标 全面达到了预定目标 据11月30日的后续报道 台湾海军已规划在2020年初 对训练作战系统进行关键性测试 包括与阵列雷达41克瓦查 垂直发射系统的连接与配合 这些测试将为接下来的 海空三防空飞弹海上测试奠定监视基础 预计首先进行的是飞弹的飞行测试 以详细检验系统与飞弹之间的系号连接 及舰载雷达引导等关键环节 尽管陆上测试已顺利完成 但海军专家指出 海上测试将面临海面杂波干扰 和其他复杂海洋环境因素的挑战 其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远超陆地测试 在成功完成海空三防空飞弹的海上实战测试后 据最新报道 台湾海军计划在高雄号上 开展海舰两飞弹嵌入 零K-41发射器的海上飞行测试 预计于2020年底进行舰上实测 已装载海舰零短程防空飞弹系统 2020年内台湾海军还计划进行 多轮海空三防空飞弹的飞行测试 旨在模拟实战条件下的复杂作战环境 验证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作战效能 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3月7日的报道显示 2月26日 在屏东九空基地外海举行的测试中 高雄号首次利用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 成功发射海空三飞弹进行导供测试 此次测试主要检验了飞弹与系统子系统的资料连接稳定性 以及通过向位阵列雷达传递的导控数据准确性 测试过程顺利 完美达到了预期目标 然而 并非所有进展都如外界所见般顺利 据联合报援引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海空三行 在2月和3月分别完成了两次成功的试射 但海上实测仍未能进行 原本计划于5月进行的首次海上试射 已因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而推迟 疫情导致美国技术人员的协助受到阻碍 他们需经日本等地转机 并遵守台湾的隔离规定 这无疑给试射进度带来了挑战 尽管如此 台湾海军在推进海空三型飞弹的测试和实施工作中 仍展现出踏实与细致的态度 体现了其大力推进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决心 据2020年7月23日的报道 去年作战系统的进度延误 对海空三防空飞弹作战测评的推进速度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同时 海接二防空飞弹 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的联合整合工作 已因训练作战系统的进度延误而受到影响 导致整个项目的进度不得不一再推延 8月25日的最新进展报告指出 台湾科学研究院在8月中旬 于屏东九棚基地对海空三舰载防空飞弹 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全系统实弹射击测试 虽然台湾号登陆舰上的 相位阵列雷达训练作战系统 和41克瓦查垂直发射器 成功锁定了目标并发射了飞弹 但在飞行的最后阶段 飞弹遗憾地未能击中目标 经过分析 发现此次飞弹拖把的原因 与之前海间二十弹射击失败的情况相似 即在飞弹接近目标时 引信未能正常启动 然而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海空三舰载防空飞弹项目 在技术传承与资源配置方面 依然表现出色 由于天空飞弹项目的科研人员 技术衔接从未间断 且项目拥有充裕的预算经费 和较为宽裕的飞弹弹体空间 使得对模组与系统的修正工作相对容易 不太受空间限制影响 根据2020年10月11日的报道 海空三在同年的8月和9月分别进行了两次关键的海上全实弹射击测评 在8月底的第一次射击测试中 海空三成功击落了低空目标 但在对中高空目标进行测试时 飞弹虽然接近了目标 但因引信未能正确启动而未能直接击中 经过台湾科学研究院及外国技术人员的详细分析 确认导引系统正常锁定了目标 问题很可能出在引信上 在历经多轮严峻考验后 台湾科学研究院终于在9月份的第二次海上射击试验中 取得突破性成果 海空三型飞弹在低空和中高空的拦截任务中 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命中精度 这两次的成功射击不仅证明了 海空三与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之间的高度整合 也标志着防空飞弹系统在实战环境中的可靠性和卓越性能 这一成就意味着海空三已初步完成海上整合设计测评 未来将针对其他关键作战评测进行更精确的测试 尽管项目组在技术上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整体训练战斗系统专案却受到进度落后的困扰 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整个计划的节奏 尤其是海空三防空飞弹的量产规划 目前仍缺乏明确的方向 2020年11月12日的报告 进一步披露了项目背后的情况 在同年海空三整合NK-41垂直发射器 进行的一次路上测试中 出现了推进器火焰将发射口周围烧黑的意外情况 幸运的是经过美方技术人员的细致检查 确认发射器本身没有受到任何损坏或细微裂痕 结构安全得到了保障 台湾科学研究院随后对出现的意外状况 进行了深度检查和数据对比分析 以查明异常现象的根本原因 海空三项目在历史长河中 曾面临美国政策的严峻考验 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期间 由于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争中 寻求与台湾的合作 并对台湾某些政治行为产生不满 例如前总统陈水扁 发起的防弹飞弹公投和入联公投 这些行为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关系 因此从2006年开始 美国对台湾的关键军事技术组建 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 给台湾科学研究院和本土飞弹项目 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更令人痛心的是 在美国落马集团吸收某合作伙伴后 台湾科学研究院与其的合作被迫中断 之前的投资付诸东流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然而在困境中 台湾科学研究院并未放弃 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供应商 或自行研发自产化解决方案 以确保飞弹量产计划的持续推进 虽然这条路充满了惊奇与坎坷 但他们始终坚守着维护安全 和提升自主防御能力的信念 直到2018年 情况迎来了转机 随着新上任的川普政府上台 对台湾的限制开始逐渐松绑 然而在此之前 由于美国的出口管制 台湾科学研究院 不得不采用其他来源的组件 进行飞弹生产 这些组件的性能与稳定性 可能与最高军用标准存在差距 甚至不得不采用商用级别的部件 然而在种种限制与困难面前 台湾科学研究院和军事研发团队 依然接任不拔 致力于优化防御系统 提升防御实力 据2020年10月21日的报道 台湾在面对美国战略性高科技组件 出口管制期间 尤其是在获取高厘米度军用组件 如陀螺仪 加速仪及电液制动器等 飞弹导航元件上 遭遇了巨大困难 这些关键组件 对飞弹的精准定位至关重要 但由于美方限制 台湾科学研究院 不得不转而在欧洲和俄罗斯 寻找替代品 其中包括俄罗斯的雷射陀螺仪 这些技术层级较低的组件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缺 但无疑也影响了 台湾军队自制武器装备的性能 幸运的是 随着2018年 美国对台湾武器出口禁令的解除 台湾科学研究院 开始获得更为优越 且稳定的美制军用高级组件 这些组件的引入 显著提升了 台湾自产武器系统的性能 为多个战术归弹项目 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别是原本定于2019年 缓解的天宫三增成型飞弹项 在美国放宽出口限制后 台湾科学研究院 决定对其进行更多的升级和改进 包括更换新的加力器 调整飞弹外形 以及全面升级内部导引系统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